目前沒有穿過耶 但是最多的話目前是 印象都是四次 喔 原來如此 喔 那我們今天 這次已經是最多了 可以 可以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偷刀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基隆這裡了啦 然後我們在我們身旁的 這家餐廳是 定制漁場 欸 你各位啊 定制漁場 它在東部是一家 非常非常 非常有名的海鮮麵店 我們終於不用再開雪山隧道 然後再走梳花 去吃這家麵店了啦 我們現在來基隆就吃得到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 我們就一起進去體驗看看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我們來看 別人我們要 maybe 這就是 我沒有 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走 我兒子 看 那 我兒子 這 是 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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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東西看得好嗎? 欸好 謝謝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今天店家幫我們安排在吧檯的位置 讓我們等一下可以邊吃東西 邊看師傅們作業的模樣 我覺得這樣子吃起來感覺頗有情調的耶 還有說他們今天現場點餐的方式 是用掃這個QR Code跟他們點餐 那我們點起來吧 謝謝 哇 各位啊 我們的拉麵上桌了 哇 各位啊 他的湯頭喝起來滿滿的餘味耶 哇 好鮮喔 他麵條香味是我們台灣常見的黃麵條的味道 我覺得跟這種海鮮湯頭還滿搭的耶 我們今天可以加湯或加麵嗎? 可以啊 那有限次數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對 先給你幫我加一球麵 現在嗎? 嘿嘿 謝謝你 好 各位啊 那我們等我們加麵來之前 我們來吃一下小菜吧 這真的不錯耶 還有我剛剛拿他們現場的特製辣醬 我們都把它加下去我們麵裡面吧 好香喔 我是覺得說他這麵條加上個辣醬之後啊 他除了本來的鮮味還有麵條香味之外 我們讓他添增一層辣的感度在那邊 整個吃起來是大大的加分啊 來 我們來吃看這麵裡面的小卷呢 Q彈的外表還有軟嫩的肉質 這就是新鮮啊 如果你是喜歡吃魚介拉麵的話啊 或者喜歡吃海鮮麵的人 或者喜歡吃海鮮麵的人 你來到這邊 你會吃得很開心的 你來到這邊 你會吃得很開心的 我是覺得這種新鮮的東西啊 不管怎麼吃都是好吃的 好啊 謝謝你 來吧 我們家的第二球麵來了啦 若果然是這麼 forearm 很開心的 我們家的餅子 你很開心 你很開心 吃活動 到一個小端上去看 這麼晚了 你要 так嗎 把麵人吃得好 你很開心 嗯 一個小端上去看 来吧,我们继续夹面吧 谢谢你 多了,我们坐在吧台前面闻着师傅烤海鲜的味道 真是香味四溢耶 第三次夹面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点赞 我们下来点赞 对,我们下来点赞 谢谢我们下来点赞 一杯 我们下来点赞 打赞 我们下来点赞 就是我们下来点赞 好 那我们再跟他加面吧 来吧 我们第一次球加面来了 我们来到基隆这边呢 除了想到鱼港还有新鲜海鲜之外 这边有名的还有甜不辣 还有枝菇拉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边 它有融合在地风味 这是还蛮有特色的地方 再加一碗烧带鱼 这是大鱼 对 这是我的小海鱼 哦 不好意思啊 哦 谢谢 谢谢 诶 各位啊 刚刚店家他们炸了一份 他们七星潭那边的海鲜给我们吃了 那我们来吃吃看吧 我们先吃吃看原味 哈 书客外比还有鱼肉的柔嫩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舒服的料理 还有我们第五球加面也来 It's gonna be really nice utchin 我已经夺了一个小鱼 五秒面 钱 在贵的 我们刚刚师傅听到我要加的面 他剛剛斷大的眼睛 然後說 OK 那我們這次第六球加麵 我們就配一下碗裡面的半顆蛋吧 我們等一下先把我們眼前的小菜吃一吃 我們大家繼續加麵 我覺得他這個高麗菜是適時出現在這邊是蠻不錯的 這種吃起來感覺比較不會那麼罪惡 那我們第七球加麵也來了 老闆 來 請再幫我加麵 加麵 是五秒麵 謝謝 好 各位 我就想說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加八次麵就好了 因為再加下去的話會有點不太好意思 我們加第八球麵也來了 雖然說我們家麵已經加到第八球麵了 可是他們會幫我們加海鮮湯 所以我們就加到現在啊 它的湯依然都是鮮味 還有我們剛吃炸魚塊旁邊的沾醬 酸酸甜甜 我覺得搭配這炸物吃起來 讓它格外的有一股清爽的香氣 好 各位 那我們已經吃完所有東西了 還有說我們剛剛那個炸魚塊了 我們就留了三四塊 我們回家配酒吃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去結帳之後 再到外面做結尾吧 謝謝 掰掰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外面了 那我們來說說我們今天吃定製魚場的想法吧 我們今天吃了這家的定製魚場 他在花蓮那邊 他是數一數二有名的店家 他甚至說你假日的時候 你中午去排隊 你還不一定能吃到他的一碗麵耶 今天離場前我有問他們 他們有說他們最後一碗麵 剛好就在七點多的時候賣完了 所以你想要來這邊吃的話 你還是要注意 有可能 還是會吃不到啦 而且今天這家店 我覺得對我們吃的比較多一點的人來說 他是非常友善的啦 而且重點是 他有免費加湯 他不會像我們之前吃過的一些拉麵店 他的免費加湯就是幫你加高湯 所以原本你濃郁糖頭 你會隨著每次加湯加到後面 你會越來越沒有味道 吃起來會比較沒有感覺啦 但是他每次加湯給你的感覺 你都是喝到海鮮的 鮮甜的味道 欸 這點真的非常的用心啊 但你問我說今天要我們再回來這邊吃拉麵的話 我OK嗎 真的OK啊 我們在基隆這邊 我們要吃到一碗 喜歡的拉麵真的是所屬不易啊 尤其如果你是住在基隆 又喜歡吃拉麵的人 你應該懂我的感覺吧 但如今 現在基隆有越來越多好吃的拉麵店進駐進來 我們怎麼可以錯過這麼好吃的店呢 而且重點是 他對我們實際上大的人來說 是一家非常友善的店啦 免費加麵 又免費加湯 你覺得 我們會放過他嗎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推薦吃到飽餐廳 後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去回覆啦 還有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會說超級感謝觀眾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然後牛奶 後來 不好意思 後來 咨 va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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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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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